从内到外的生活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教会 深入阅读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我如同在心灵的镜子前 重新审视了我的信心和生活 这一章节让我意识到了恐惧与信心 物质与灵魂 准备与怠慢之间的激烈对比 主耶稣一系列的比喻和教导 向我揭示了天国的原则 和在世上的生活应有的态度 首先 主耶稣警告门徒要警惕假冒为善 这教导我要追求心灵的真诚 在光明中生活 不在乎那些可能会影响 我的世俗声望的事情 主耶稣提醒我 即使是最隐秘的事情会被揭露 因此我必须以纯洁的心 来面对我的言行 然后 主耶稣讲到不要害怕那些能杀害身体 但不能摧毁灵魂的人 这使我思考真正的勇气是什么 即信任神而不是害怕世俗的威胁 在许多方面 这是对信心的最终讨厌 让我们来明白生命比肉体更重要 主耶稣关于父恩储存财宝的比喻也深深打动了我 让我反思自己对物质的追求和对神国的投资 他教导我追求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 而不是世上短暂的舒适和安全 最后 主耶稣的言论指向了对未来的准备 即要随时准备迎接主的归来 这警醒了我 要活在预备之中 保持灵魂的圣洁 避免在生活中因忙碌而忽视了永恒的事物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你可以跟我一起祷告 也可以在我祷告的时候说 阿们 亲爱的天父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是您给我生命的提醒和教导 您通过主耶稣的话教导我 要在这个世界上保持警醒和忠心 请赐给我远离虚伪的勇气和力量 让我在您的真理中行事为人 不害怕任何可以威胁到我的肉体和物质安全的事情 而是一心关注我的灵魂健康和您的旨意 求您教导我怎样储存天上的财宝 追求永恒的价值而不是暂时的满足 赐予我分辨的智慧 让我能看清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是服侍您 而不是聚集尘世的财富 在等待您的国降临时 让我始终保持准备 活出信心的真谛 即使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也让我能够坚守信心 成为您爱和恩典的见证人 请继续在我心中工作 使我成为一个您所悦纳的仆人 时时刻刻准备着迎接您的归来 并在生活的每一刻都体现出您的爱和恩慈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第十二章经文 这时有几万人聚集 甚至彼此践踏 耶稣开讲 先对门徒说 你们要防备法力塞人的教 就是假冒为善 掩盖的事 没有不露出来的 隐藏的事 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 将要在民处被人听见 在室内父儿所说的 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 我的朋友 我对你们说 纳杀身体以后 不能再做什么的 不要怕他们 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 当怕纳杀了以后 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正要怕他 五个麻雀 不是卖二分银子吗 但在神面前 一个也不忘记 就是你们的头发 也都被数过了 不要惧怕 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我又告诉你们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 也必认他 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 必不认他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 还可得赦免 唯独亵渎圣灵的 总不得赦免 人带你们到会堂 并官府 和有权柄的人面前 不要思虑怎么分诉 说什么话 因为正在那时候 圣灵要指教你们 当说的话 众人中有一个人 对耶稣说 夫子 请你吩咐我的兄长 和我分开家业 耶稣说 你这个人 谁令我做你们 断世的官 给你们分家业呢 于是对众人说 你们要谨慎自首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 不在乎家道丰富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有一个财主 田产丰盛 自己心里思想说 我的出产 没有地方收藏 怎么办呢 又说 我要这么办 要把我的仓房拆了 另盖更大的 在那里 好收藏我一切的 粮食和财物 然后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哪 你有许多财物积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意义地 吃喝快乐吧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哪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 要归谁呢 凡为自己积才 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 也是这样 耶稣又对门徒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因为生命胜于饮食 身体胜于衣裳 你想乌鸦 也不种 也不收 又没有仓 又没有库 神尚且养活他 你们比飞鸟 是何等的贵重呢 你们那一个能用思虑 使瘦数多加一克呢 或做使身量多加一种呢 这最小的事 你们尚且不能做 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 你想百合花 怎么长起来 它也不劳苦 也不仿现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及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心的人哪 也地里的草 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 喝什么 也不要挂心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 你们的父是知道的 你们只要求他的国 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你们这小群 不要惧怕 因为你们的父 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 周济人 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 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 就是贼不能尽 虫不能住的地方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那里 你们的心也在那里 你们腰里要树上带 灯也要点着 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 从婚姻的沿洗上回来 他来到寇门 就立刻给他开门 主人来了 看见仆人警醒 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必叫他们作息 自己树上带 尽前伺候他们 或是二更天来 或是三更天来 看见仆人这样 那仆人就有福了 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 就必警醒 不容贼挖透房屋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仁子就来了 彼得说 主啊 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 还是为众人呢 主说 谁是那中心有见识的管家 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主人来到 看见仆人这样行 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那仆人若心里说 我的主人必来得迟 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 并且吃喝醉酒 在他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的时辰 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重重地处置他 或做把他腰斩了 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 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 却不预备 又不顺他的意思行 那仆人必多受责打 唯有那不知道的 做了当受责打的事 必少受责打 因为多给谁 就向谁多取 多托谁 就向谁多要 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 倘若已经灼起来 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 我有当受的喜 还没有成就 我是何等的迫切呢 你们以为我来 是叫地上太平吗 我告诉你们 不是 乃是叫人纷争 从今以后 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 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 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 父亲和儿子相争 儿子和父亲相争 母亲和女儿相争 女儿和母亲相争 婆婆和媳妇相争 媳妇和婆婆相争 耶稣又对众人说 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 就说 要下一阵雨 果然就有 起了南风 就说 将要燥热 也就有了 假冒为善的人哪 你们知道 分辨天地的气色 怎么不知道 分辨这时候呢 你们又为何 不自己省量 什么是合理的呢 你同告你的对头 去见官 还在路上 勿要尽力地和他了结 恐怕他拉你道观面前 官交付差役 差役把你下在尖里 我告诉你 若有半文权没有还清 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思考问题 一 耶稣警告门徒 要提防法利赛人的教 这如何提醒你 警惕隐藏的罪 二 耶稣鼓励门徒 不害怕人 只敬畏神 这如何成为你信仰生活的指导 三 耶稣教导我们 关于天国的财富 与地上的不同 这对你的追求有什么影响 四 在讨论天国的事物时 耶稣教导时刻准备 你是如何活出这种态度的 五 耶稣提到家中的纷争 这如何影响 你对跟随耶稣 可能带来的代价的理解 结语 上面的思考题 你有什么感想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如果这个灵修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帮忙 点赞 订阅或分享 帮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视频